字幕作词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刚刚收楼 准备挂牌的一手楼盘 现在正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单位是一个接近1000尺的三房单位 有两个露台 现在这个是客饭厅露台 主人房还有个私家露台 出来大家可能会分到具体位置 下面这一条 这条橫的东西向是Marine Drive Marine Drive的Fraser 夹角位是我们的高高高高层 这一栋是石屎楼 我们是13楼 所以看出去景观比较开阳 这个单位是西南方 我现在向前方就是西边 所以会看到日落 向西边走的话 驾车5分钟左右 或者乘巴士10分钟 便会去到前面的高楼 那里就是Marine Gateway 有大统华在那边 但其实Marine Drive沿路 都会有很多便利的生活设施 过少少有Superstore 走过去5分钟 10分钟左右便可以走到 还有Canadian Thai 有Best Buy 有Sport Track等等 就是医食住行都可以解决到 因为都有些零星的餐厅 有一间叫新鱼港 就是在那里 那里吃东西都挺划算的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一下 应该住在温冬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这间餐厅 我和爸爸妈妈都经常过来吃 海鲜有时很新鲜 然后这一边就是向南 向南的话 现在完全是没有遮挡的 因为前面都是一些low rise 商用的一些建筑 比如说一些卖车的铺 有些公司等等 比较矮层 所以一路看出去 景观可以看得很远 前面是Mitchell Island 有Fraser River 那边西南边有点水 再过去 再后一点就是Richmond 出到露台 除了看到西南的景观之外 其实向后面 整条Fraser街 一直直到后面 也有比较漂亮的雪山景 我们前一路都在下雪 所以大家看到现在 山顶上都有雪 今天天气好望出去 也很漂亮 好了 我们看完这个露台之后 我们就进去看看单位 刚才说到 我们现在这个 unit 是三房单位 它是一个真三房单位 就是说那三间房 都各自有自己可以开的窗 有衣柜的 那我们现在进来 这里就是客饭厅的位置 首先它是corner unit 所以都是多边窗 可以开启的就是 刚才露台向西边的门 和这边向南 有一个高一点的窗 可以开的 比较安全一点 小朋友不会跌下去 这个 unit 是有冷气的 所以如果大家担心 西斜的朋友 就不用那么怕 因为你开了冷气 就没那么热 我站在这个位置 可以放一个L-shaped的沙发 这样靠着窗 然后这一栋墙 应该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挂一个比较大的电视机 这边有天线 浪乐位 然后走到这边 近一些厨房位置 就会是一个饭厅位 大家可以放一些 长条形的饭台 饭厅看出去的位置 也会比较好的 这一栋门进去 就是第三间睡房 这边有窗 面向着露台 向着西 另外两间房向南 上面有一个可以开窗 通风的位置 然后有一个双门衣柜 这里就是双门衣柜 这里就是双门衣柜 里面有一些铁架 在这里给你掛衣服 看完这间房间 我们就看一看厨房 刚才饭厅位在这边 厨房位就是这里 这个积极比较少有 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积极 这个建筑叫Fraser Commons 我们是属于西南的厨房 因为整个建筑有四栋楼 我们现在是说最高的栋 这两栋是高层一点的 21栋和13栋 后面的这些是低的 我们就在这边的这边 西南的厨房 大家看看积极 有个露台 刚刚我们在露台回来 客饭厅的位置 第三间睡房 然后厨房位 也是比较大型的厨房 一个L形 可以放到至少三掌巴椅 另外这边出门口 有第二个洗手间 主人房就是最东南这个角 厨房是U形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 连住厨房的中度位 这里也是套进去 所以在这里可以放巴椅 你站在洗手盘的位置 可以看到景观 所以也挺理想的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视 其实这一幅墙 都可以再挂个小电视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洗手间 去看电视 这里下面 洗手盘旁 通常就是洗碗碟机的位置 它的电器是用Bosch 其实洗手盘也很长 多少吋? 30吋? 30吋? 最细洗手盘 下面它有做了可以拉出来的垃圾桶 旁边也有一些空间 然后这里就有一些柜桶 柜桶里面也有一格柜桶 它里面其实也铺了一些 比较漂亮的面纸 对不对? 就是让你看下去 柜桶就好像比较轻松一点 一格小一格大 下面一格大 这里也很贴心 有多一个网线插 如果想放电脑在这里的话 网络也可以比较快 有电制 GAS路头 有五个GAS路头 牌子是Bosch 上面有叉烤烟机 下面就是焗爐 全部这里都是30吋 管理费包含了刚才说的冷暖器 也包含了GAS的使用 电费要自己付 上网费也要自己付 上面全部都是一些柜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储物空间 这边的叉烤烟机 上面还有些空间 这个櫃里面还有空间 所以有些不太用的东西 可以放在里面 这里还有 储物空间上层也挺充足的 下面的话 这个櫃里面也有 这个箱是给大家放微波炉的 如果你不用微波炉的话 这个可以在一个显示的地方 放不同的食物 或者是杯碟换 这边还有一个柜桶 那些菜单还存在 因为这个一手楼盘 屋主还没使用过 刚刚收回来的 冰箱的话 它是30吋的大冰箱 牌子都是Bosch的 上面是冰箱 下面是两格柜桶 一大一小的冰箱 上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 不过每次开的时候 都要开着冰箱 桌面的材料 是Quartz石英 深色的Quartz石英 配上这些白色的厨柜面 对比较强 看起来都大 另外值得一提 它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水泡 所以这边看下去 会比较漂亮 即是包边 看完厨房之后 我们就看第二屋房 这间是我觉得 应该是最小的房间 但是放床 也应该会放到 Queen size 可能比较大 也会放到 然后这边 就是衣柜位 这边有窗 同样开窗口器 也是在顶上 也有这些可以下来的 墨帘 可以遮光 现在进来 这个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设计是如何 这边关门了 这边进去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 walk-in closet 这边有一个sliding door 可以关掉 现在它简洁一点 是网 大家喜欢 可以安装一些 California closet 然后洗手间 也有自己的门 不怕湿气 会去到衣服 洗手间的话 它是三个 但升盘位 卡卡托位 都比较大 两边有住民空间 但是这些櫃 就要进来 关门才可以开 这边进来 这边有毛间架 旁边还可以放东西 下面也是两格大桂桶 一格就遮住水槽位 下面一格就大一点 然后这个是medicine cabinet 打开 里面也是镜子 好得镜子 很方便 你化妆有近一点的镜子 然后也有一些电锅 然后就是座座在这里 这个shower space 就可以整个走进去 纤维底座 这一套是比较大的 有一个可以移动的ring hat 还有可以拿出来用 还有上下调节的花灑头 shower 也是采用了毛框 美观点 主人房的话 它就有一个大的 帮你门 可以出去 有自己的私家露台 大家可以出来看看 这个主人房 完全是向南的 它除了向南之外 你出来 还会有向东边的景观 所以在这个露台 你还可以欣赏Mountbaker的雪山的美景 当然Mountbaker很神奇 那个位置 看看能见度高不高 能见度高 像今天这样 就会很清楚 看到Mountbaker附近的雪山 也有很多很美景 但有时候能见度差一点 你会整座山都看不到 对了 那我们进去看看 看了三间房之后 我们看看另外的洗手间 因为我们主人房的洗手间 主要是那间房用的 另外两间房间的洗手间 就是这里 这个洗手间 就是sliding door的设计 然后也是一样 全套 小一点的counter space 一样的座廁 这边是浴缸 这边三面都是铺砖的 它只是门口的墙壁 这边 这边 整面 到后面都是铺了墙砖的白色 这个也是medicine cabinet 这边是一样的 一个可以拆出来的花灑头 还有一个fix桌 在上面有ring head 如果大家想浴缸 又不想用水灑出来 可能就自己加上浴簾了 这边有两个可以打开的closet door 这个是洗衣干衣机 这牌子是bloomber 大家看到它上面没有管 因为它也是用heat pump 这就是有些特别的 再跟大家讲一下 它平时干衣完了之后 除了这个standard的link trap 我们要清理 每一round都要 除此之外 它里面的dryer 过后有些水蒸气 其实它都会去一个冷型装置 冷型装置 它首先会有隔层网 除了这个隔层网之外 还有这个 它会再经过这个隔层网 你都要尽量洗几次之后 都要清洗里面的隔层网 这些水汽 经过了这两个隔层网 就会进入冷型装置 变回水滴 之后就会在后面 有一条排水罐 就和washer一起走水 而且每一段时间 可能两三年 三四年 你都会发现 这些冷型装置 都可能会有层 所以都要清理 但清理的时候 不要太大力 因为它这些一块块的东西 是有机会反的 所以轻轻地抹一抹 清沉就可以了 用这些hip pump dryer 的优点 就是它们会比较省电 比较传统的 那些大的干衣机 然后有风管 那些 好 旁边还有些空间 可以放东西 然后这一边 就是一个 衣鬼 不是 这个是 钉 你可以说它是钉 或者衣柜 它没有帮你装到那些 那些架层网 所以 什么架层网 不是 它没有装到那些 叫做铁架 即是 设计不是给你掛衣服的 大家可以当它是一个很小的钉 即是储物间 storage room 它是个dyson 不是帮你装到那些 不过Telis的上网 都放在里面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盘 或者 storage space 好 拜拜 拜拜 去到门口之前 长体位置还凹入了一点 大家如果可以找一些订造的东西 去设计一下它 应该都会挺漂亮的 放一块镜 或者一个小小的一个柜 比较浅的那些 然后这边就是大门口 出到去就是铁位 旁边的屋可能在做验收 对吗 我们的地区就是Marine Drive 这条大街 隔Fraser的这条位置 基本上是整个温哥华东区 最南面的位置 温哥华东区来说 HIGHRISE的数目 即所谓HIGHRISE 就是比较高层 可以升到十几十多楼 还有它是石市建筑 新楼 屋苑式的 其实是很少的 这里是最新 刚刚收楼的地方 所以也想和大家 尽快分享 另外之前也有一条 温东区说过 West Bank那几栋 是另外一个选择 两个都相距比较远 所以这里的景色 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就是比较远一点 还有再静多一点 没有那里那么繁忙 如果大家是开车的话 那就很方便了 五分钟就去到 Marine Gateway 有大统华 然后去Richmond 也是十几分钟就到期 如果你开车的话 你去One Site Oak Ridge 去下面Richmond 去Metro Town 可能都是十几十分钟的市场 单趟都不用半个小时 如果你不是开车 可能是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十分钟就可以乘搭巴士 去Marine Gateway 然后你有了Sky Train之后 就可以上单趟 或者去Richmond 都会方便 而去Metro Town 大概是半个小时至四十分钟 你乘搭巴士 在中间这里 转线上去就可以了 单趟的话 也可以直接乘搭巴士 一小时都不用 都可以去到那里 喝喝吃吃的话 附近都有小的超市 一路上Phraser 都有很多不同的中式的餐厅 或者是西式都有的 那就是118万 是Starting Price 管理费的话 五毫半左右一尺 总面称是992尺 三房 两个洗手间 两个露台 两个车位 还有一个小小的Storage Room 车位其实很近电梯位 这边就是电梯位出来 车位就是这两个 336和337 就是Side by Side Double Parking 两个车位都是属于我们13楼的单位 这边下车走两步 这边门进去 就已经是电梯和Locker位 我们可以顺便在Locker 这里总共有两部电梯 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单位 而我们的单位的Locker 就在这里 尺寸大约是四尺 成六尺左右 所以它的住宅和Locker位置 都相对近 容易放东西 也容易回到Locker位置 我们的单位 那我们来参观一下健身房 它都有很多镜 这边是非常棒的 有瓦铃 有这个是蛙艇机 不是吗 这间是椅子 我玩过蛙艇 一看就知道我不是健开身的 有单车机 有个组合健身器材 这边也有单车机和跑步机 这边现在全部都放了链子 如果大家来做健身的时候 想开阳一点就可以拉开了 这边还有一个座位 这边应该是瑜伽 或者是可能来做热身的地方 有很多镜 开阅后还没开 很多会所设施都还没开 其实它几栋楼有很多会所设施 有四万多尺 下面有地面 有个日care的地方 所以这里有些住宅 大概主要是for daycare的住宅 真的住宅都会在下面停车 在一场P1那里 有不同节 Why itready 我们来到六楼 有四楼 兩楼高高高高高高高 高高高低低低低低低高高 泳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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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大家看到这些都是daycare area 以及一些大家可以使用的空間 可以散步 來到這個平台六樓的層次 可以看到景觀的位置 有些草地 有個BBQ的位置 還有前面隔壁 都有一個share的 小心 share的 好像派對屋一樣 我們這邊應該進不去 不過可以看看 大家有需要 有朋友來的話 可以預約派對屋 就來這裡用 好的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朋友有興趣的話 大家再跟我聯絡 Bye Bye Hello Hello Sige Sige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單位是一個三房 位置 重新來的太多感 我要儘量減掉感、疤的 今天跟 馬上叫我感字 去不走那些感字 不要緊 這個單位是石 然後這一條 但其實是Marine 然後我站在這裡 然後飯廳看出去的位置 看完這間房間 沒有Gabberator 然後這裡 櫃筒裡面 裡面 一格小一格大 這邊L形式轉角 有電鍵 一樣 然後上面 這邊 這個櫃 然後下面 這個櫃 這個洞 如果不用 這邊還有一個櫃筒 那些 menu 雪櫃的話 剛才飯廳的位置是廚房 我們現在 我們就在這邊 所以這裡的景色 然後 如果你不是這樣 10分 你搭巴士 就是118 所以大家在上網 這個單位 看完廚房之後 放雙倍就會比較理想 這邊有毛巾架 它有一個 主一人房 這個主一人房 然後 你可以直接走進來 這邊 全部這裡 所以大家就記住 這裡下車 我們可以順便在 那個尺寸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裡 下回去 這裡後面 我們可以上了 我們今天 其實 你在拍攝嗎 其實有兩部升降機 別忘了 我聽說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